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walk in before My landlessness keeps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 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与社会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看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学习重点 1. 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如何形成 有何特色 2. 中古骑士出现的背景为何 有何特色 3. 中古欧洲的庄园制度如何形成 有何特色 中古时期贵族妇女一天的作息 早晨7点起床 先和神父进行晨导 梳洗 吃早餐 然后去小教堂再做一次礼拜 吃午餐 饭后讨论公事 然后小睡片刻 接下来喝一些啤酒或葡萄酒 再去教堂进行祷告 然后吃晚餐 晚餐时放松 并享受我的仆役为我服务 最后回到房间坐晚导 并在八点钟睡觉 农奴妇女一天的生活 每天一定要早起先挤牛奶 然后放牛群到原野去 之后开始做奶油 再做起司 接着照顾小孩 喂鸡 照顾幼儿 烘焙 酿酒 揉绳子 整理羊毛 并使她跟着轮子旋转 替家人和牲畜 准备食物 照顾整个家庭 在中国欧洲封建制度中 贵族妇女可继承她先生歧视的财产 当先生战死时 贵族妇女扮演起防御城堡的关键角色 甚至有些成为战士 负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 作为农奴的妇女 则每天需在家里或田地中进行周而复始的劳动 各位同学请想一想 在中国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受到哪些制度的规范 让他们每天的生活有着天渊之别呢 这是本单元所要讨论的重点 一 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如何形成 有何特色 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克 曾如此描述封建社会 领主对待武士 广泛以采意知识与代替兴奉 因为不可能给予薪知 专业武士阶级地位至高 服从和保护的关系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 在武士阶级里 此关系称为附庸 以上是不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这个名词的提出是在17世纪 它是指发展于8世纪 盛行于10至13世纪 在商业复兴下日趋没落到15世纪奔解的一种 中古欧洲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 封建制度的出现有三种渊源 一、至罗马帝国晚期与中古初期以服务效命换取土地的概念 这类土地称作市地或俸禄 二、日耳曼传统的武士盟式 这是日耳曼武士对领主或领袖的忠贞表现 武士效忠和服从 并以其荣誉和生命为领袖而战 领袖给予他礼遇和土地 侍封的土地称为财艺 颁证封土者为领主 得到土地者称附庸 财艺包括土地上的建筑物 和在土地上耕作的农奴 附庸也将自己财艺再另行封赏别人 也建立一种领主附庸的关系 此为次级封建制度 领主的权力也受规范 如未经附庸同意不得加税 此后延伸为君王 如无人民同意时不得征税 如此 中国欧洲社会便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 上至君王下至农奴都被纳入封建体系中 三 法兰克歧视制度的发展 中国早期缺乏货币 统治者不可能给予武士薪知 领主多以土地换取武士的军事服务 西元八世纪法兰克王国发展骑士战术 重装骑士的装备 马匹和随从所废不知 领主将土地授予骑士附庸 来换取其服务和效忠 无法耳职的武士 从土地上耳职的农奴征收 税赋作为薪知 随着加洛林帝国分裂 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入侵 十到十二世纪期间 仰赖其事以维护安全的现象更为普遍 欧洲各地逐渐形成所谓的封建社会 陈府礼和寿子礼 领主和附庸封建关系的建立 是透过陈府礼和寿子礼 附庸宣誓对领主效忠 领主将采议适与附庸 因此在领主和附庸之间 建立一种权力义务的契约关系 附庸的封建义务以军事服役 封建法庭和财政援助为主 采议分封的过程可以持续不断 形成复杂交错的封建关系 我们可从以下十二世纪的采议条款中 看到一个附庸可以拥有多位领主的采议 我杜尔的约翰 确认我是托医师女伯爵 翠师夫人和他的儿子香槟伯爵 提要伯德的附庸 但本人也效忠于 格师的安尊兰特殉爵 雅师的约翰殉爵 和格兰培伯爵 诺格兰培伯爵和香槟伯爵 因诗人争执而起干戈 我会以诗人名义效力 格兰培伯爵 猜前五世帮助香槟伯爵 因为我拥有他们的采意 对他们有服务的义务 二中古骑士出现的背景为何 有何特色 中古以前作战的主力 以步兵为主 西元八世纪中叶马凳的使用 增加骑士充斥力和杀伤力 于是一批作为战斗主力的武装骑士 就应运而生 骑士 这个词首建于查理曼时代的法令级 原是指骑士 1066年 征服者威廉 出兵不列颠 继兵部队屡舰战功 因与世界 遂出现骑在马上的战士 这个词汇 骑士的装备 欧洲在10至11世纪 凭遭外患侵略 骑士的重要性倍增 骑士的装备 如战马 台甲 武器等相当昂贵 当时一位骑士 至少要有一匹金状的马 一套重装盔甲和武器 几位护从 骑士成了庄园的领主 马匹和护从 每日都会吃掉大量的粮食 盔甲和武器 都要去铁匠库量身定做 当时的法兰克王就下令 征收土地 分给人民耕种 并且规定某些农民 必须支持某个骑士的开销 这种情况和当时的庄园制度 结合起来 骑士成了庄园的领主 农民们就成了农奴 三等极致 教士骑士农奴 西元11世纪 西欧社会逐渐出现 以教士骑士农奴为架构的 三等极致 目的在维持基督教社会的和谐 西元12世纪 贵族以城堡为中心 在战争比武竞赛 打猎和燕影之中 发展出一套具有 骑士理想的宫廷礼仪 对于西欧社会的影响深远 骑士的任务 骑士作为领主的附庸 打仗是他的义务 骑士的娱乐 也就是在战斗中的训练 摔脚和打猎 帮助他们增强实力 与战场上作战的技巧 骑士必须效忠三个主人 神圣的天主 世俗的领主 及一位自己亲爱的女士 骑士要有勇敢忠心 以及记住贫落的美德 但大部分因不同的原因 而发生战争 这种战争被称为施战 常会危害生命安全与社会秩序 所以君王和教会都反对施战 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修战 大约在十世纪末夜 修道院公开抨击 骑士抢劫贫民财产 伤害教室与教堂等恶行 教会一方面以开除教旗作为威胁 在十一世纪初提出 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修战 上帝的和平是禁止歧视 在战争中侵犯农民 田母 教士及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 上帝的修战 则规定一年中的某些宗教节日 与时间禁止施斗 三 中国欧洲的庄园制度 如何形成有何特色 中国时期欧洲社会政治 甚至是封建制度 经济属庄园制度 罗马帝国普遍使用奴隶耕种 后来因征战停止 奴隶短缺 只好造募自由民 分配土地耕种 好收取税收 帝国晚期财政短缺 实施重税 规定这些自由农 需世代居留在田地上工作 一些小自由农多弃地逃亡 或将土地献给某些有权势的大地主 自己成为电农以求温饱 此或为中古的庄园制度的发展雏形 中古初期 满族入侵 城市文明衰退 工商萧条 经济自喜自足 货币消失 形成封闭的乡村社会体系 及所谓的庄园 庄园耕地多为开放性土地 农民共用牲口 集体耕作 较进步的庄园发展出春耕 秋耕和休耕的三田制轮作方式 农民使用种梨生根土壤 并以小麦和杂粮等作物交替种植 得以保持地利和增加生产 种梨的使用于马配 在罗马帝国时期 农人多耕作在地中海沿岸 土壤较松软的地区 普遍使用青梨 在中古时期 中北欧地区开发后 因土质粘润 虽开始使用种梨 也发展出马配 可让马匹在田间耕作 于是许多荒地 被开垦为良田 在罗马帝国时期 农人多耕作在地中海沿岸 土壤较松软的地区 普遍使用青梨 因为种梨需要树头 牲畜的力量才可以施作 制作成本也高 农民多集资负担 所以出现农民聚集的互住农村 这也是庄园形成的原因之一 庄园制度的特色 是一群农奴共同耕种一大片土地 领主可从农奴所获得到 免费的农产品 还可要求农奴扶劳役 农奴世代相习 须经领主同意 不得任意离开庄园 甚至连婚姻也要领主同意 这些农奴虽有某种程度的人格 领主需给予保护 不得任意处罚 但领主尝试 农奴为私产 18世纪的莫斯科公报上广告 拍卖两位壮实的马车夫 两位女仆 一个18岁 一个15岁 可以力量地从事初纵工作 两位理法师 一个21岁 会读 会写 还会乐器 一个则很会为绅士 淑女 梳理各种发型 结语 1. 西元11世纪 西欧社会逐渐出现 以教士歧视农奴为架构的三等体制 教士负责祈祷 歧视负责打仗 农奴负责劳动生产 这三种等级 都受政治上封建制度 与经济上庄园制度的规范 2. 封建制度的基础 是附庸宣誓对领主效忠 领主将采义试与附庸 因此在领主和附庸之间建立一种权力义务的契约关系 3. 中原制度是一群世袭的农奴 不得任意离开田地 共同耕种一大片土地 领主可从农奴所获得到免费的农产品 还可要求农奴扶劳役 中原制度则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 4. 七月十二世纪贵族以城堡为中心 在战争比武竞赛打猎和燕影之中 发展出一套歧视文化 对于西欧社会的影响深远 各位同学 以上是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请大家听完后马上做试题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听 祝大家学习顺利 我们不说太多了 我希望你尝试你的疑问 感谢观看 今天的糖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